今年的5月 观光局协议长特别率领台湾金牌的厨师 来日本进行台湾美食的饗宴 我们特别运用了台湾跟日本的食材 使用台湾跟日本美食的烹饪的方法 双方 里龙 火龙的融合在一起 我们同时宣布了我们对日文观光的重建的信心跟支持 第5回目の観光サミット 加年で誇れました お高い送客300人の目標 もしかして今年は達成す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私はどう思っています 残念ながら最近でいろいろ日本とかいろんな国で 国の島のいろいろトラブルがあって すごく影響があるようですが 日本は他の言葉があります 雨が降れば地位が高く 台湾 日本からの有効 新鮮 だけでなくて 台湾の方 日本からでは 新鮮期待の実態です 私ども 政府観光局は一生懸命みなさんを参考しています 台湾の観光代表団に参加東京旅游世界博覧会 歷年来最広大の一団 これが台湾の観光業界 不管是政府 民間観光旅游業界 都非常重視 現在日本は台湾の観光旅游最良の時期 一方面天空開放後 来台旅游非常方便 我們準備了相當多的観光資源開発 而且我們在獎勵誘惠措施裡面 也做得非常多 不管是包機来台或是獎勵旅游 或是休息獎勵等等非常多 特別是我們台灣非常友善熱情的民風 對日本旅客到台灣旅游非常適合 所以在這次公共說明會裡頭 我們將近有170幾位的台灣代表團 共同呼籲歡迎我們日老朋友 最近把握最近這個時機來包裝行程 到台灣來旅游 謝謝 這個當初日本統治台灣50年的時候 那個日本的州廳 在北台灣的州廳 我們叫淡水州廳 但是設在新竹市 那用我們現在的新竹市政府就是我們現在的這個古蹟 是以前日本人設立的一個州廳 那對的那個中山路 就是日本的神社就是現在的淨如 所以無論是火車站 還有十八間山的很多的石冠英 都當初日本人在我們新竹所建造的 所以我們現在有這個日本的深度之旅 由這個日本人來撰寫系列的這個 說明他這個遇見的 但我們現在不會有什麼事 我覺得自己在裡面 就是主要的